《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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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反對 如果天主叫他 天主的話 一定要聽的 做了執事大概年半 2016年 10月我姓做執事 其實也不是那麼大的改變 因為我們之前已經在教會裡服務很多 不過現在是一個教會 有一個形式上 變成執事來服務 以前是一個 聘訊圖的服務 做的事是比較多了 因為我現在是服務著兩個不同的團體 因為有一次 我遇到一個香港來 和一個澳洲 或者你們不知道 是一個姓鄧的執事 她是終生執事來的 跟香港兩個 終生執事來 探訪不同的華人團體 在這裡介紹 介紹的時候 我想 OK 試一下 因為之前我自己因為要 讀神漢 因為要教務道班 自己讀神漢 有一點背景 對這方面有一點興趣 她說不如試一下 因為好像耶穌說 你來 come and see 我剛才看到 有一個修女 邀請這幾個人來 我們跟我們說這些事情 介紹的時候 她說 接下來一星期 雪梨教區 剛才有這個 諮詢的日子 邀請了我去 我好像耶穌那句 這樣說 come and see 去看看 之後慢慢覺得 好像是天主有一點召叫 於是自己慢慢慢慢的 投入了這個 在雪梨教區 這個 培育這個課程 我覺得其他的 執事太太 各個都是很 就是 很有 很有服務精神 而且覺得 大家都很支持丈夫 我想 也有 其實是聖波說的 就是全福音 如果我不全福音 我會有禍的 而且我也覺得 一主對每個人 是一個召叫 每個人有一個 屬性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我應該要去 在我的崗位上 能夠服務人 是一個最好的東西 寄贈是 always is better than receive 所以我也覺得 我能夠服務 是好的一件事 2018年 全球華人中心 集市大門 Yeah